好的我想先请教在纽约的这个杨岳桥议员跟我们谈一下 今天你所看到刚才我们现场已经播了很多的画面 在这个香港818的这个由明镇发起的和李飞的大型集会 看起来目前人数是非常的多 你怎么看今天晚上这个情况和它指标性的意义呢 今天818其实是一次非常指标性的一个集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经过好几个礼拜警察滥用鼓励 而且过去一个礼拜我们也看到一个手舞穿铁的一个香港的女孩 她的眼睛右眼睛永久的逝去了 那其实香港人已经得到了一个临界点 对于警察的揽权其实是非常的愤怒 所以大家号召用最和平的方法在818礼拜天的今天呢 可以出来去展现我们的团结 而且对香港警察揽权的不满 有一点必须要听众朋友要知道的 是在香港你要申请游行 必须要得到警察的不反对通知 那今天呢 其实这个不反对通知是不存在的 可是香港人用智慧 还是走上街头到维多利亚公园 那当然你看到维多利亚公园不是非常的大 那大家呢都用智慧在走到街头上 走流水湿的到走进去维多利亚公园 我有很多很多的支持者跟朋友都告诉我 在香港今天的天气其实非常的不稳定 而且还下雨 可是大家也是非常的有内心的 慢慢用几个小时进入维园 慢慢的离开维多利亚公园 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暴力的行为 其实就是香港人用最多的内心 除了告诉香港政府 告诉北京 还有是告诉全世界 我们的要求还是不会那么容易放弃的 好的 今天我想继续请教杨岳桥议员 看我们现场的这个画面 当然我们知道这次香港反送中运动经历了这么久 当然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 有些是比较支持这个勇武抗争的 那么有一些是比较这个和平理性 像今天诉求就是和理非 像还有一些是支持港独的 也有一些是比较温和的 那么参与的人士呢包括了教师公务员 各行各类的都有 也有妈妈走上街头 跟我们谈谈这场运动就您看来 当然这次来美国来跟这个美方人士进行交流 这可能也是美方非常关切 而且究竟这场运动接下来走向会走向哪边 他内部的一些不同的路线跟声音又要如何制衡呢 杨岳桥议员您的看法 我想这一次的确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的人 都能够走在一起 其实因为大家目标是非常清楚 所谓五代诉求 其实是大家最大的共同点 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口号 就是胸低爬山各自努力 就是说我们不会去批评 另外一些持不同想法的人 只要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都希望可以互相包容 互相支持 那当然来到美国美方 不管是外交界政界还是上界的朋友 都非常关心 究竟下一步会出现什么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也希望可以有水晶球可以告诉大家 可是的确到现在为止 经历差不多两个半月 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可是有一点大家都共同关注 就是解放军究竟会不会出现在香港的街头上面 我们只能抱住非常善良的愿望 是希望香港不会出现解放军 而且如果解放军真的出来了 其实除了代表一国两制完结之外 其实也代表对北京也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除了香港人要受到影响 其实北京在香港有大量的利益 不管是国家级的还是个人方面的 那所以我们只能抱着那个善良的愿望 北京不会出动解放军 好的 感谢杨岳桥议员的分析 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乌尔开西先生 其实在香港集会画面的现场的另外一个现场 就是有大批的武警还有军车集结在深圳的体育馆 各国际媒体都在关注现场直播这个军车的动向 究竟他们是不是有可能越过边界 这十分钟就能够开到这个港岛 所以现在大家也都非常担心 究竟香港这场运动的下一步是什么 刚才我们提到了美国最高层的政界 包括了白宫国安顾问 博尔顿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说 他非常担心接下来可能的走向 并且说如果香港 中共在香港重造这个六四天安门的这个印象的话 这个记忆的话将会是中共注下的大错 您怎么看香港这场运动 以及接下来解放军可能的动向呢 从89年到现在30年以来 我想这次的香港运动是对中国共产党统治地位最大 最直接的一个挑战和寒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北京对于这样的香港会有很强烈的反应 首先是惊恐 然后除此之外呢 可能一个老狗 这个辨不出新把戏啊 那他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从来不会有什么智慧 有创造双赢啊 对话啊这样的方法 他们的思路是 一步退 他们就会步步退 这个是共产党的思路 他们认为千里之地 溃于乙穴 那么他们是那个千里之地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一个蚂蚁洞 可能就可以让这个千里之地溃穴 他们其实是感觉是很脆弱的 那在这种一个很脆弱又掌握着庞大的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专制政府 他在面对这个香港人表现如此强烈 同时又坚定的 又是这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样的一种意志的时候 他到最后会以什么样的回应 说实话 我们参加过89年学生运动的这些人 对共产党最深刻的了解 我们其实是很担心的 我认为中国政府调动军队进入香港的可能性非常大 首先我想在这边也提醒一下 包括这个杨主席 这个公民党的杨主席 其实我们尽量少用解放军制的词 因为这个就像当年89年的时候 我们说天安门有没有杀人 共产党说我们天安门广场没有杀人 就好像就是一些名词 反而泄入那个名词之后 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给了共产党一个说话 让这个事实说不清楚的一个机会 实际上中国可能会调动的是武装警察 那么而且武装警察这个名词 给人感觉好像是警察 不是调动军队 这个是要我们要向全世界很明确的说明 中国的武装警察就是军队 就是中国政府所动用的这个军事力量 所以是这个就是无论从用英文或者是用中文讲 我们都应该就避免使用解放军这个词 那不会让共产党说 你看我没有用解放军 我是用武装警察 那也是中国政府调动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对手无寸铁的和平情愿者进行镇压 我们担心这个共产党的思路是说 当意志对决就是香港人要自由 这个坚定的这个意志和北京 我不给你香港自由 这样的意志对决到最后的结果 中国很可能会采取的方法是调动军队 香港戒严 而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在香港要建立一种恐怖统治 他只有通过恐怖统治才能够让这个 在我刚才所形容的意志对决的情况之下 打消香港人的这个在建立了全面的恐怖的情况之下 他觉得有机会打败香港人的这个意志 那如果以现在这样两个多月这样的一种坚持走到今天的结果 我很担心我很担心 共产党发现要在香港建立恐怖是需要杀人的 这个这样的一些担心我发现最近很多朋友都有 那我非常非常担心 很可惜我不能去香港 我到现在还是如果我能去香港 我现在一定在最前线 好的非常感谢乌尔凯西先生 亲身经历过六四天安门血腥镇压的乌尔凯西先生 怎么看香港今天的这场反送中的运动 他的经验可能有很多的智慧可以借鉴 那我一起去请教在纽约的杨岳桥议员 你怎么看刚才这个乌尔凯西先生他所说的 现在在中共在香港要进行的是一种恐怖的统治 而且今天看到又是这么多人上街 表达了港人的坚定 可能接下来是不是会更危险 然后包括了之前港澳办所称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苗头 是不是一种所谓武力镇压的前奏呢 首先非常感谢乌尔凯西先生刚才的建议 其实你是我们的老前辈 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提点 对我完全同意这种语言 我们必须要小心要警惕 就不能随意的用解放军 其实武装力量我同意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用词 去形容现在中共可能对香港用的那个武力 我同意 而且也感谢你的提醒 第二是其实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走下去 我的想法是香港人不会那么容易去退让 当然我完全明白共产党是有可能用恐怖来统治香港 可是我问的问题是 就算你触动武装力量在香港 你真的杀了人 那代表香港人就此会放弃吗 你是代表把避封港吗 这代表说你把所有的外国人外国媒体都赶走了 你把香港的互联网就从此就关闭建立防火场吗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干脆就不要香港算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还是在想的是 究竟你中共想香港怎么样 你可能不喜欢香港人 可是香港给中共给北京的利益是那么清楚 特别是透过金融上面在商业上面 特别是现在国际形势那么微妙的情况下 香港可以给北京的 是往往超越大家的想象 那如果北京真的触动武装力量 真的在香港杀人了 那最后剩下的香港还是北京想要的香港吗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还在思考的一点 好的 感谢杨宇乔议员 也请教在台北的乌尔开西先生 有两点请教您 这个当时在六四天安门的一个经验 第一个就是刚才特别提到 中共现在说的是恐怖主义的苗头 这究竟是不是武力镇压的前奏 当年六四中共在出手之前 它先做的这个舆论跟军事的准备究竟是什么 可以请您跟我们详细地谈一下 另外一方面今天我们看到818有这么多人上街 代表这个港人的这个一个再次的坚定 那么我们也知道内部其实有不同的派别跟路线 包括了勇武派有何理非等等 那么中共也非常擅长于分化这些不同的路线 但今天看到这个人数是不是可以说是不同派别在香港的一个团结呢 沃尔开西先生 是我想香港人表现出来了这次的团结 刚刚包括这个杨主席他也有讲说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这一点我是看到了 然后我觉得香港人表现出来的这种智慧 这一次以一个并没有那么长久的民主运动的经验的一个香港人来讲的话 表现是非常精彩 但是我也要强调就是因为可能没有太长久的这种民主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呢 比方说我生活在台湾 那有一个情形我所看到的呢 我就会也会想说跟香港跟台湾不一样的 就是这一次的对立变得是人民跟港警跟警察对立 这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很惊讶 因为其实应该是上街的游行的人民是诉求是跟北京对话 是跟香港政府对话 结果现在怎么变成所有的这个核心焦点是跟港警 也给了共产党一些说法 也有一些这种宣传的一种口 一种说法好像把它们形容成为暴力 其实我另外如果一个建议的话 可能是向香港警察喊话 这个是我想要参加这场运动的人们能够 以及包括像李嘉诚啊 或者这些开始出来讲话了吗 香港的社会的中间力量 精英力量 如果能够向香港警察喊话 跟他们说你们是香港警察没有错 但你们首先是香港人 所以我相信在这一点来讲的话 因为我以前闯关啊等等 也接触过香港警察 他们是很专业的 但是现在都有一种情绪化 长棍这个驱散这个上班来游行 陈抗的人天经地义 但是情绪上大家都很平静 可能陈抗结束了下班 大家还可以一起聊天说 所以这样一种情形呢 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 我们所看到的 但香港的这个 海伟就说台湾不光是成熟的民主社会 而且他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民主运动的洗礼 大家心态上今天平衡一些 但是香港我会建议就是向香港警察喊话 港警跟这个人民之间的这个抗争点这个对峙点 不应该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的焦点 那么如果避免到这一点 也可以让北京在他的舆论 这也是主持人刚刚问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他会用什么样的舆论 他就是首先任何的 共产党只要开始想要镇压的时候 他都会把这个和平情愿者形容成暴徒 这个在香港是这样 当年在北京 新疆西藏任何时候发生 都会是用同样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而共产党往往在讲出了这种说法以后 他后面会跟着的是一种比较严厉的 这个手段会出台 所以这些天我们所观察北京的官方的这个说法 环球时报不那么重要 但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 他们这个是有一点这个可以可观察的一个 可以当做一个指标 那么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说法 这最近是让我相当的担忧 我觉得共产党准备动手 准备在香港建立这个恐怖的一个 白色恐怖 红色恐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的 非常感谢吴尔开西先生的分析 在把时间交代博弈之前 我们现在看一下美国之音 专访民主党创党主席李祝铭专访的时候 他也提出了他的担忧 来听听看李祝铭的说法 这些可能会有灵状 有一个生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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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其他人的中国 这就是一个很厉害 当使用了使用 我一直相信 有一个生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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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只有 一个生命的状态 能够准备以保护的法治 基金都是界障的 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博弈 那么继续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沃尔开西先生 您刚刚提到中共通常在放一些狠话 是不是先前港澳版说香港群众运动出现了恐怖主义的魔头 会让大家特别的 那么另外也注意到确实现在 暴力化 当然有一些比较情绪激昂的抗议者 他打了环球网的记者赴国豪 那么这个时候就给中共一个口识 让他们去做一些可能在大陆内部凝聚准备 可能对于香港动物也有合理化借口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您觉得这样子两相对照 跟您当年在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 中共所动用的舆论这案或者是心理这来讲 有些什么样的异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要先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北京到底想要什么 这也是刚刚这个杨主席刚刚也是提出来这个问题 就是到底他是要把这个香港全打碎吗 有没有这种破关破摔让上海来取代香港的这种可能性 把这个50年不变啊所有的承诺全部全部这个撤掉 然后也等于把香港内地化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这是这是共产党想要的吗 西方在分析北京在下一步会做什么等等的时候呢 也常常会用西方人的逻辑去思考 觉得说这个是北京为了中国的利益会怎么做 北京的共产党统治集团 他们首先不会考虑国家利益 他们只考虑统治集团的利益 这是两件事 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和中国利益是两件事情 而从统治利益出发 北京会想做的事情 这个统治利益包括什么 就维护统治地位啊 他害怕香港的 一旦面对香港 他如果要是松口了 在这个意志对峙的过程之中 他如果表现出来 不得不妥协了的话 那么可能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内地 我觉得共产党对这个的担心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这个很明确的 这是他们最思考最多的一件东西 但也还有一个好笑的一个事情啊 就是这个统治集团的利益里边 也包括私利 就是这个中国精英的共产党 这两百个家族 最最最最顶端的这两百个家族 他们的庞大的财富 跟香港都有直接关系 所以出于统治集团的私利这样的角度 而面对香港下不了手 也是一个合理的 他们的思路的一个 对他们思路的一个分析 当然说实话 我也很大程度上 希望共产党能因此 不敢对香港采取破冠破摔 因此不至于出现死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可是如果要从一个统治地位的稳固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的话 共产党这些天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央电视台啊等等 他们所用讲的这些狠话呢 让我感觉预示到共产党更在乎的是统治他们的统治地位 所以出兵的可能性 我认为是大于这个担心破坏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好的 谢谢吴尔海西先生 那么继续请就在线上的杨月桥议员 就是当然在最近呢 在引发中共这个批评香港的除了连日的抗争之外 还有在抗议的时候呢 把五星席丢到这个 就丢到这个海港里面去 或者是在这个抗议的时候 污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会 那么这两点呢 让这个大陆方面也是大做文章 这个微博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说 这个寻找护旗手啊 我是护旗手啊 除了自己当护旗手之外 还去看别人有没有当护旗手 如果没有护旗手的一个个地揪出来这样子 所以好几个艺人没有转贴这个 我是护旗手的这个信息的 全部都被揪出来说 你到底要不要当护旗手 那么也就变成说 好像利用这种方法 一方面在丑化香港人说 你是不爱国的 你是毁其毁灰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 在利用中共内部说 这个我们现在要团结 当然刚刚吴尔凯基先生提到过了 没有国家 在中共里面没有国家的利益 只有统治阶层的利益 但他们现在希望就是说 把它做成一个香港人 是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您怎么看这种中共所煽起的 民族主义的狂热 这样子一个对香港是不是一个危险 过去30年其实除了六四之后 其实我们也看过 看到很多不下一次的 利用民族极端的民族主义 去团结国内的民众 去针对某种的力量 当然以前看到 抗日抗美 现在当然对于香港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其实对于香港的打压 不是第一次 在2014年雨上运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 当年在中国国内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去抹黑香港的和平示威者 去描述当年战路的市民为港独 其实当年如此 现在更加如此 所以我不会很惊讶 当然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中共还是用老方法去处理这些新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看到香港人是不是这一套的 香港大部分的民众其实是非常清楚 那现在我的担心 当然我作为这一个普通香港人 我会非常担心的是 他用武装力量 其实现在就希望可以去积累支持 积累在国内的舆论 我也看到蛮多在国内的一些言论 是希望北京可以触动武装力量 去解决香港问题 那现在究竟北京的想法到最后是怎么样 当然刚才吴尔开西先生 其实讲到我是非常同意 就中共的利益 统治者的个人利益 跟国家的利益当然可以分开的 他们也常常用这种方法 去处理自己的问题 那现在我的问题是 其实我也没有一个答案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开放地讨论 究竟对中共有什么好处 如果真的把香港现在压下来了 用武装的方法去压下来了 那到最后中共剩下的是什么 是一个只有香港两个字 可是已经没有香港内涵的一块土地 对北京有好处吗 其实这个也是我一直在问的问题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 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网友进来点评 并想请两位来宾来做回应 有两位网友我特别挑出来 因为他们都谈到了香港的暴力 有比较深刻的观察 第一位是冯伟斯特 他说香港加油 全中国良心人群支持你们 不相信中共官媒的暴徒栽赃 香港人是全中国的希望 是全中国的明天 另外一位网友 玉璇也比较深刻地分析了一下 这个香港现在的暴力情况 他说香港游行示威中的暴力 他说六九游行的时候 政府就开始使用暴力 针对示威者跟记者 那么他说 他认为有大量派遣卧底 进入示威者 搞不清楚暴力 到底是示威者还是政府的卧底 另外他认为这个示威者 群体中确有暴力 但是暴力的行为 并没有得到游行主体的支持 两位这个网友都特别关注 这个目前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 发生的这个暴力的情况 我想先请在纽约的杨岳桥议员 来回应一下 你怎么看这次运动当中 出现了一些暴力的状况 当然在和平的示威 一次 两次 三次之后 也得不到政府的回应 其实某些示威者 感到非常的困惑 而且非常的失望 我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点我需要告诉听众朋友 就是我们香港的示威者 是有能力去自我反省的 就过了某些事情 发现原来得不到大家的支持 或者过了头之后 大家是可以反省 而且也愿意公开的 跟全世界盗窃 这个是我发现是这一次 特别是有年轻朋友 组成的示威者 一种非常大的 非常特殊的一个 那其实我们要访问 当权的成年人有这种胸肯吗 有这种智慧吗 我发现不了 还有一点当然讲到卧底 其实香港警察在上个星期 其实也给这电视台派下来 他们是装成示威者 混入示威者当中 去做某些的行为 去让大家呢 散动大家的某些行为 那这一点呢 其实香港警察是不能否认的 那其实这个我们也非常的担心 过去是否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包括一些 让北京非常不爽的行为 是不是也是由警察来做出来 我们没有证据 可是我们也有这个合理的怀疑 那我们发现 香港人现在都非常警惕 也非常的小心注意 身旁那些夫人要鼓励大家 把行动提升的升级的那些人 是否有别的目的 好的 感谢杨岳乔议员 那么乌尔开西先生 您怎么看刚才网友们提到的 这个暴力的情况 还有一场运动 他自我反思的能力 还要该提醒注意什么 跟您谈一下 另外如果可能的话 还有时间请您谈谈 对台湾的影响 因为刚才提到除了这个 如果中共动手的话 他除了考虑的是香港的金融地位 究竟是不是要打碎香港之外 还有一层考量就是 如果真的中共对香港出手的话 是宣告了一国两制的完全死亡 美国的学者在报纸上面 用这个英文非常有趣 就是说把压在棺材上的 最后一只手指头也给压回去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呢 乌尔开西先生 是 我们先讲这个暴力 这个话题 然后再来谈一谈台湾 这个说实话 香港人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和平理性 那已经就是你不能够在一个 上街抗议和平抗议的老百姓 面对的是这个全副武装的政府和警察的时候 你要求反而更多的要求这些成抗者要这个理性 要这个冷静 我个人已经觉得说这个全世界呢 如果对于香港成抗者有这样的要求 这个是荒唐的 而对北京呢 就是北京才不管你有没有真的暴力 你没有暴力 他也可以说成你有暴力 所以香港人不必担心做什么事情 惹北京不高兴 你想要自由民主 你就已经是惹北京不高兴了 而且北京会永远不高兴下去 这一点呢 就是说不要惹北京不高兴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呀 是过去这几十年以来 对中国的姑息纵容的一个结果 使得中国共产党今天成为一种 对全世界我们所生活的这种 经过几千年以来走到这一步的 全世界所共同拥有的这种文明的直接威胁 可以就是共产党能到这一步 就是因为我们全世界都在姑息共产党 那在今天要求香港成抗者 要冷静 要理性 要这个不要有暴力 像成抗者上街上百万人的 这么多你这么长时间 这么多人次 表达的是一种香港很强烈的民意 当这个民意所碰到的是一种暴力的对待 香港警察的暴力的对待 香港政府的暴力对待 以及中国政府蠢蠢欲动的暴力对待的时候 抵抗是天经地义的 革命已经到了 就是当政府完全就没办法对话的时候 没办法跟你倾听 那时候你的目标那么明确的时候 说实话革命我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 当然我会希望香港加油 我会希望香港能够安全能够度过这一次 那么至于台湾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的确一国两制 现在台湾是选举年 今年然后明年1月11号要总统和立法委员大选的一个 台湾也出现了一种全世界共同所面对的一种 我把它叫做推特现象 就是因为你只能写40个字 所以大家的思维都变得非常肤浅 然后意义都要挑动对方的那种内根神经 用对立来传作这种政治的运作 使得台湾出现了这个 我想这几十年民主化以来最对立的 最社会分裂的一个状态 那原本就是在上一次的台湾的中期选举 就是地方选举 去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的时候 对于执政党的不满的情绪 打累积到相当程度的这种选民 就是很多把票是投给了反对党 也就是国民党 然而国民党过去的这段时间 一直的政治的口号很有意思 他们就要讲这个九二共识 然后就是要讲这个台湾版的一国两制 这是有一些极统派的想要在台湾 能够推广的东西 而且共产党逼着国民党 必须要买账的九二共识的话 就必须承认九二共识 就必须要承认一国两制 这一点呢让使得 其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 是在帮民进党助选的感觉 共产党帮了这个小英 使得这个现在小英的这个在选举方面的情势 变得慢慢越来越回升 而国民党非常尴尬 非常尴尬 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个 我想要再三讲 就是面对北京的相怨 这个是一个全世界所 过去几十年以来所共同犯的一个毛病 那么在台湾可惜也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 台湾明明是一个几十年以来 一直面对共产党威胁的最直接的一个社会 按说应该早已经想清楚 看清楚共产党的面目了 但是遗憾的是 共产党它是个很凶恶的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而且历史上也从来没见过 这么强大的一个专制政权 那面对这样的专制政权 当人们在一种感觉无力的时候 他会犯这个毛病 就是一厢情愿 觉得希望 也许我们不要惹北京不高兴 可能可以换来和平 这个真的是台湾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好的 非常感谢 吴尔开吉先生 稍后我们继续谈香港这场反送中运动的各个层面的影响 还有解放军是否动手 以及中共领导人能否做出正确的抉择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揭毁了我们人在香港这个现场 美国之音 驻香港的记者汤惠云他在现场看到什么情况 也请惠云来跟我们介绍 惠云 嗨 吉先生你好 好 现在您的位置还有刚才您所看到的情况 跟稍早前一个小时看到的情况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呢 惠云 我现在已经转了一个地点 那现在我是在香港的政府总部对开的那个下可道的那个马路上面的一条人行天朝上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人行天朝下面的那个马路呢 已经被那个从维多利亚公园就是集会流水疏散出来的人群呢 有一部分呢就是差不多都被占领了 然后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们用一个雷射笔在往那个政府总部的那个外场上面去照射 然后就是说做一个所谓的那个的极光秀 然后其实也是一种抗议的一种的行动来的主持人 好的 那么警方方面的准备呢 刚才提到这个是不是可能会出动政报小组或速农小组 他们目前准备的情况是怎么样 是集结在巴士上面 或是说只是在警察总部附近来进行一个防备 目前看到警方的动向又是如何 慧云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刚刚一个小时多一个多小时之前的那个警察总部 跟现在的那个政府总部呢 其实警察的那个部署其实是不多 可是警察比较部署的重兵的位置是在那个市营盘 那个就是说中国的就是驻港的办事处 那个中联班外面 那现在有一些的那个 就是朋友的一些的通知呢 就说好像是在中联班附近又有一些 可能的示威者在植节 可能中联班会不会再有那个防暴警察 就是在驻守 现在还是值得观察 那其实就是说一直从铜锣湾到湾仔到金钟这一代 我是从今天的下午的三点前 一直到现在这个就是九点半过后 这六个多小时都没有看到任何暴力冲击的行为的主持人 所以今天整体到目前为止 香港时间晚上九点半 主持人这场活动是以这个非常理性跟和平的情况在进行的 那在人数方面您看到有逐渐减少呢 还是说还是持续维持在一定的这个规模 那人数方面民政或是警方有没有一个初步的数字 因为今天大家观察 是不是还是会有很多的香港民众上街 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惠云 对对 其实这个民政较早以前 就是大概九点钟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的媒体的一个预告 就是说在今天今天晚上十点就会有人数的公布 所以我看到我眼前就是有一些的记者 他们是在准备了就是戴上了头盔 还有一些的防备的装置 有可能呢我不排除可能是已经收到信息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有冲击的事情会发生 可是我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那可是我在我就是观察的这个目前的情况呢 其实人潮众多 可能就是说有估计的 事前估计的可能有80万以上的香港人 就是走出来参加这个流水式的那个集会 有可能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吧 那主持人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惠云 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的第一手状况 如果有最新的情况也请您随时的回报 感谢惠云